云为什么浮在空气中 因为云比空气更轻 这个回答看起来简单直接 但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话 那可就错了 我们都知道云是无数个水滴聚集而成的 一般情况下 即使水滴要比空气重800倍 云这么重 那按理来说应该会落下来啊 所以我们要指出 一般人认为云是漂浮在天空的 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浮在空气中的只能是那些 重量不超过同体级空气重量的物体 云既然超过这个重量许多倍 那它们在空气中浮着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它们是在飘响着 也就是说在空气的阻力下缓缓地下降着 这些水滴必须在空气分子之间给自己安排一条道路 就是把一些分子排挤到一旁 或吸引它们随同自己下降 这两种情况都会消耗一些降落中的能量 落下物体的截面面积和重量的比越大 消耗的能量越多 当一个特别笨重的物体降落的时候 我们不会察觉到空气阻力的作用 这是因为使它下降的重力远远超出阻力作用的缘故 如果让这个物体体积缩小 那它重量的减少会和直线尺寸减小的三次乘正比 而截面积的减小和直线尺寸的二次乘正比 所以重量会比截面积减少的更多更快 简单的说 这些小水滴之所以能够逗留在空气中 是因为它微小而且是在飘响着 而不是因为它比空气轻 它们以极慢的速度落下 只要有极小的空气流就可以妨碍它们的降落 降落伞就是基于这种原理而发明的 同样的道理在灰尘的积累上也可以体现出来 有人生活的房子里经常有人走动 通风也频繁 所以灰尘少 而无人居住的房子灰尘却多 尘埃的降落会被空气中产生的渲流气流所挤爱 而这种气流在无人走动的安静空气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这一切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空气的存在 在真空中是没有气流的 尘埃就会和大象落得一样快 就是这一阵微小的空气流就可以阻碍云的缓慢降落 让它挂在空中 如果气流足够强 它会将云突然脸翻改变形状 聚恒分散 云就是这样飘在空中 随风而变 是不是很有趣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cock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